在1月20号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雪地版丢手卷环节 杨子和魏大勋上演你追我逃 他插翅难逃 真的好好笑 突然想起杨子和魏大勋还客串过夫妻 难怪俩人的化学反应那么强烈 杨子在雪上跑好像起了 一直在打滑 扑腾扑腾 魏大勋很明显地放水 走三步转一圈好优雅 最后一刻一个猛虎扑成功 抓到了杨子 洪气养人这句话不是说手而已 这是走洪半年后的魏大勋 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 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他 一个有野心的艺人 2023年对他来说像梦一样 年终通过配角 孟艳成一脚成功上桌吃饭 广告 电视剧 电影 杂志 音乐 他忙得不亦乐乎 年末还参加了春晚的彩排 《大侦探》第九季终于播出了 不得不说 大勋花的唱功很是精湛 一手凄美的 我们的耳朵又舒服了 坊间有一种说法 真正的顶流都是突然爆出来的 或许谁都没有想到 魏大勋可以赢了杨阳 愣今年最歹毒的一部剧是什么 《我的人间烟火》绝对榜上有名 因为不合理的情节 多次登上热搜 连央视都点名批评 42万人打出了2.8的低分 还有观众说 这并不是这部剧的下限 杨阳的演技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有对比才会有差距 这样看来 孟家的这条线似乎像另一部电视剧 一家三口不论从颜值 还是气度来看就是妥妥的高干文 该剧的设定就是维谷科 作为集团董事长的独子 孟彦成从小就作为继承人培养 父母对他的严苛要求 让他变得压抑不已 或许 他内心唯一柔软的地方就是许沁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亲子 一个是养女 孟彦成也清楚两人不可能 但他还是放不下许沁 很多人也借此get到了大勋花 网友还称呼他为心中是总裁 停见孟彦成这个角色小有名气之后 网友也纷纷加入了考古的大军中 很多人对大勋的第一印象是抠门 这还要从一个综艺说起 由于何老师是主持人 他也没有客气 直接说非常喜欢和何老师一起出去 因为不用花钱 在谢娜的教导下 他送为好朋友的礼物是一个小熊 不过 他很有心机 是用奢侈品袋子装的 真是抠门到了极致 不过 他对自己的师父很大气 师徒俩维系感情的方法就是发红包 后来 几人又聊到了王源 还有谁没看过魏公主和王子的故事呢 两人一名真结缘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身为哥哥 两人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竟然让弟弟买单 这让他本就不好的风平雪上加霜 但后来王源亲自为他澄清 那时 他在国外上学 没钱的时候 是大勋第一时间给他转账 你要钱我给你转 你需要人 我马上过去 这话听着真的很暖心 现在看来 他抠门都是综艺效果 而且 他可是个实打实的其二代 魏爸的名下有20家公司 这身价真是不可估量 富养肯定有富养的好处 这样家庭长大的魏大勋 对某些方面看得很淡 2019年 综艺做家务的男人播出 魏家父子俩简直是网友的快乐源泉 魏爸更是金句评出 当然更让人动人的 还是爸爸会陪着儿子一起闹 正常情况下 看到孩子把贝斯里的毛都甩出来 家长都会忍不住斥责 但魏爸没有 魏妈在儿子做饭时也是一直在鼓励 哪怕面条的卖相不好 他也会笑着说 太棒了 那时的他迷上了杨幂 神伟粉丝 他决定追求偶像的脚步 他的第一步就是报考上戏 魏大勋也很自信 他直接去了报名的现场 但看着周围的同学 他才发觉自己太胖了 碰巧那时墙上贴着孙宏雷的海报 诗歌能为了考学减肥30斤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 220斤的魏大勋开始了自己的减肥之旅 这真的非常考验人的意志力 84斤几乎是一个女明星的体重了 而魏大勋只用两个月就瘦到了140多斤 2007年 他以崭新的面貌顺利进入了中戏 遗憾的是 上学的时候他很难得到出演电视剧的机会 大二那年他只好打印自己的简历去各大剧组跑龙套 第二部戏就是证据 还饰演毛岸青 这起点相当高 这也为他后来被凯歌导演选中出演角色做了准备 2014年他英剧认识了尼昆 韩国人很吃他的言 在他的牵线搭桥下 为大勋顺利和JYP签约 正式成为了演员部的艺人 连在海外非常有影响力的王嘉尔看到他都要90度鞠躬 可见他的地位 在公司的力捧之下 他终于当上了主角 相爱穿梭千年的第一部是爽子和锦百然 这部剧很是成功 剧中 他一人分饰两脚 一个是顽固的孙奇龙 一个是儒雅的张志刚 在得知知子花开要开拍的时候 他踊跃报名 虽然何老师没有给他明确答复 但他不放弃 一直都在问 最后 他得到了一个男三号 遗憾的是 大家记住的只有前夫哥 但何老师又一提携他 每次大本营有人缘空缺的时候 都会叫上他 所以 他在没有作品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热度 性格好 玩得开得他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 师父去哪都会带着他 比如 妻子的浪漫旅行 很多人会诧异 他一个单身的小伙子去凑什么热闹 但看过这个综艺的都知道 他细心 脾气好 情绪稳定 当然 聊到演戏的时候 他也会难受 其实 魏大勋也知道自己身上综艺咖的标签 不会轻易被撕掉 但他还是想演戏 这也是他的野心 魏大勋也在等 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 此时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2019年 陶红老师的电影《荣获金鸡奖》 但他还没暖热 就被大勋抢走了 他也希望有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奖杯吧 好在多年的配角生涯让他的演技精湛不少 爱的理想生活中 他再次和颂艺搭档 这次是女追男 段序谈生意还行 一和女生相处就萌了 但最后 他还是挡不住戴希希的热烈追求 从这几部剧看 大勋渐渐被市场看到了 到2023年 魏大勋已经为自己的演员梦拼搏了16年 在得知男主是洋洋的时候 他很紧张 赶紧减肥 争取从外形上向对方看齐 做便是开设初期时的状态 看来20斤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就有观众假设 要是魏大勋以那样的状态演完这部剧 他不一定会走红 毕竟偶像剧还是很看脸的 走红之后 他一直都不敢戴眼镜 因为他爱孟艳辰这个角色 不想消费他 好兄弟范澄澄在节目中多次挑他 但他都拒绝了 劳金就更没有了 他能做的就是利用名气 拿到更多好的剧本 就如秦岚所说 他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综艺卡 就算是 他能让观众忘记他的综艺中的表现 定且凭借演技出圈 可见魏大勋的本身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绯闻了 早年的他曾公开表示喜欢杨幂 成为艺人后 他还真的走到了女神的身边 两人还一起上了《密室大逃脱》这个综艺 在两人看来 好朋友逛街无可厚非 可在狗仔眼中 就是恋情 大家对他还有一个标签是姐姐严选 他和秦岚两人相识于一部剧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 在片场 两人就经常玩闹 在采访的时候 两人之间隐满是粉红泡泡 那时 大家还没多想 但没多久 狗仔就拍到了两人同游的照片 这碗着手的模样很是亲密 对于恋情 男方没有承认 女方也只是说 就是你看到的状态 为大勋走红后 我们才发现他是一个幽默 细心 情绪稳定 为粉丝着想的实力派演员 他的好朋友都为他感到开心 这侧面体现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有人说他除了孟彦晨 再也拿不出新的作品了 但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就冲他对演戏的热爱和那份清醒 魏大勋就不会让观众失望 他真的未来可期 问苍茫中的蔡和森 就是一次新的尝试 真的是门神干大事 也希望他可以在证据 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细信